那现在我们去家附近的一个中国超市 以前我们会偶尔去买菜 因为这个超市呢稍微小一些 但是离家近一些 现在我们去看一看 不是要开门的耶 但是这里门口写了open 为什么里面都黑黑的 这里面已经清空了 难道是不坐了吗 是关门了吗 看起来像是不坐了 难道是因为 有什么东西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有什么东西呢 他们的离开了 哦 公司没有改变 所以他们只是关闭了 我们不知道是否要改变 如果他们要改变 我没想到 如果他们有一个网站 你可能要看看 如果他们有个网站 或是什么 在网站上 看看他们要告诉他们 哪里去 或者是否要改变 我不知道 好的 谢谢 好的 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 其实这个超市的地段还是蛮好的 因为这边的话 这一区的学区也很好 然后住的 就是居民 普遍都还至少是中产左右吧 其实这个地段还是蛮好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就 直接关门了 可能是因为疫情原因 然后呢 关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永久关门 我们回去可以查一下 这个超市的门口 一片凌乱 这里有一个 大的施工的汽车 感觉这个汽车像是排 排水的 不知道 然后 这边是一个皮卡 这边是一个皮卡 嗯 续签这个合同 不做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超市就 就 goodbye了 就say goodbye了 太遗憾了 我觉得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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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这一个区 这个大的市 只有这一家小超市 然后呢 在隔壁市 是 还有一家很大的 相对 相对 相对大一些 大很多的超市 但是这这家是 离我们家很近的一个 然后现在 现在也关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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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